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十月五号的样子 他爸爸跟我说的是 他奶奶家带他过去玩一下 然后就一直去 三个月都没有回来 中间我们一直在吹他 在吹他回来 他都一直在跑上 马上回来马上回来 然后因为家里面特别担心 就还他发视频来看 他就发了两个在 就是他送到对方家里面视频 然后就跟我们说的是 在他家旁边亲戚舅舅家 然后又就没有东西 没想什么 一直到二月二号的样子 看他以前的一个手机 看到他删了一个箭头 是他和对方家 两天记录的箭头 才晓得是他卖家的孙子 然后马上我就在他所里面报警了 通过江国的交代 因为他欠很多独宅 实在无法换钱了 在武艺街流浪那个王爷的时候 发现有人愿意收养这种小汉 就联系上杭州这个夫妇 他们他在11月5号 一清早 但是自己的小汉 就来到杭州的肖山机场 在肖山机场附近的一家 这个也是电梯的 就和对方签署了一家